-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第一线 来源于理财Superman 今天的台股延续着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涨势 那我们今天会看到个股一样持续在做轮动 特别是资金跑去了台积电 还有之前跌得很深的金融股 还有面板股在今天都出现了不约而同的大涨 那另外关于航运股 我们在昨天的财经集中上面有跟大家来聊聊 那当然我们每次讲航运股 都会有一些大家比较在意的点 那我们就是今天在针对航运股 更详细的数据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 那首先我们一样先看 在前几天的节目上面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是上个礼拜了 上个礼拜的节目 我们告诉大家说这个大盘的乖离率 负乖离率实在太大 那这一个技术指标一定要经过一个修正 它不会一路的往下跌 毕竟这个负乖离率已经大到非常夸张 甚至一度来到了-9%以上 那在这样子的负乖离率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参考过去的历史经验 每一次都会出现大约至少1000点以上的涨幅 甚至有的时候会创新高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之前的图 很明显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呢 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指数就刚刚好落地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就开始走我们所谓的这一段修正技术指标的上涨行情 那确实以现在来看的话 虽然这条线比较细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它从低一点也确实上来了一段 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从加权指数今天的状况 那从低一点上来也已经涨了超过800点 代表技术指标真的开始修正 而且这个800点跟我们之前讲的1000点 是不是真的差不多 那现在这个技术指标修正完以后 我们的均线60日均线的复乖离率 大概是在-5.2左右 那这个-5.2你说大不大 还是很大 所以我认为指数上方还有一些反弹的空间 至少现在我们是在往这个月线去做靠近 那月线能不能站稳 是下一个大家去观察的指标 就算在这边站稳月线好了 这个复乖离率仍然还有-4%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预设指数 到底会走到哪个位置上面 只是在短线上面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指数还有上涨的空间 那指数还有上涨的空间代表个股的反弹空间一定更大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全部都涨全值股嘛 那如果今天你要去涨一些中小型股 或者是涨一些落后补涨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它如果不是全值股 它一定要有更惊人的涨幅才能拉动指数往上走 所以个股现在就是在这边做一个资金轮动 那慢慢的把这些低基期的股票往上拉 这个指数就会跟着往上走 这是目前的一个交易逻辑 那我们还要跟大家讲的是 5月11号的时候 个股上个礼拜很多都跌的乱七八糟 包含我们自己手上有的6235的华福 那在上个礼拜 直接打到跌停板 有没有 5月11号直接打到跌停板 当天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个公司要做现金增值的消息 大家觉得这个现金增值的价格太低 市场情绪哇忽然悲观直接跌停 但跌停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拿出来讲 我们一样要面对它 我们不会因为跌停就不讲 那其实这些好股票 我们在当时的节目上面也跟大家讲过了 公司的财务状况 财务营运的改变 都不会影响到公司的价值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华福的怎么样 它今天的涨幅其实算是相当的惊人 以电子股来讲的话 它是表现是名列前茅 那在当时这一根丑得要死的跌停板 有没有 虽然说后面又稍微的在稍微修正了几天以后 可是在整个上个礼拜四指数落底 电子股开始大反攻 有没有 它很快的就拉上来了 甚至把这一根丑得要死的跌停板 全部都吃掉了 它的跌幅全部都吃回去了 因此我们要告诉大家 很多的股票 他们是有办法走出这样子的心态 不要被前一个礼拜 被前两个礼拜这些大跌给吓到 就认为这些股票的基本面 已经整个烂掉 已经整个坏掉 已经没有希望了 千万不要这样想 因为真正的好股票 如果它真的已经烂掉了 它怎么可能走出这一段的走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放弃希望 如果手上的是好股票的话 你就勇敢抱 如果是不好的股票 在现在也都还是会出现反弹 趁着反弹去做换股操作 你才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把握到后面的上涨行情 像是今天 很多你看金融股 今天也是大涨金融股 那金融股之前跌的那么惨 还有什么 群创 友达 群创今天涨了6%之多 那它之前跌的这么深 前几天的大涨都跟它没有关系 都没它的份 那今天它是不是要补它一下 所以这些股票 真的都会轮流反弹 那差别在于 后面它的反弹幅度 能不能持续 会不会够大 如果这些股票 它们还是一样是弱势股的话 就要趁着反弹去做换股操作 那我们昨天在这一个 财经骑士通上面 跟大家分享航运股 那有一些投资朋友 其实就会给我们一些鼓励啦 那当然之前我们在讲 航运股要留意风险的时候 也是被人家骂爆 当然这些我们都概括承受 做分析师要承担嘛 那其实我觉得 我们能够帮助投资朋友 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骂我 你calsay我 或者是我去calsay你 我去酸你 这些事情都不会让我们赚钱 你赚不到钱 我也赚不到钱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觉得 自己好像是什么小韭菜啦 小散户啦 不要过度的看衰自己 那也不要把自己放的太大 那其实我们在市场里面 就是保持谦虚持续进步 那我们这边的工作 就是持续的把我们观察到的观点 还有做好的研究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股票里面 市场里面赚到钱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讲一下行运股 在上个 在两个礼拜之前 也就是五月初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位置 提醒大家要留意风险 那你如果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 你大概是可以卖在黄色空框这个位置 那股价确实经历过了修正 特别是长荣啊 在过去几天里面 出现大跌的那两根黑K 都有出量 但是上涨的时候怎么样 都没有量 有没有出现了一个凹洞 所以说这个走法 其实相对的比较弱势一点 但是我们说过股价不会一直跌 虽然我们在之前 这个位置 140几块 146块的时候 147块的时候 告诉大家要留意风险 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大家在这边做空 然后股票会一路崩 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像我们前面看指数一样 指数当然不会一直跌 股价也不容易一直跌 那现在长荣已经回到了年限的附近 我认为大家要去观察的 就是能不能站稳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支撑 如果能够站稳的话 或许还有一波反弹可以去做 但如果这边跌破年限的话 那其实整个上升的趋势 可能这个趋势就会有所改变 大家就要稍微留意一下风险了 那另外阳明的部分更加弱势 在前几天的下跌里面 甚至已经跌破了前波的低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 我们后面来跟大家聊一下 然后这样子 这一波的起因就是因为运价的下修 以及我们在两个礼拜前就告诉过大家了 这个运价还是持续有压力 那其实这个新闻大概是在前天 赫伯罗德自己出来讲了 说下半年的运价恐怕还会持续走低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昨天只讲到这里 现在要来帮大家补充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叫做长约战比 为什么马斯基可以相对的比较乐观 因为这一个运价指数代表的是 现货的价格 现价 但是如果是长约的价格 那你已经签好合约了 那这些价格就被固定下来 所以在现价会持续往下走低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有越高的长约战比的话 代表你的营收可以受到比较好的保护 所以马斯基大概有七成是战约 是他们的长约 那赫伯罗德的话只有五成 相对来讲 马斯基的营运表现 它当然能够表现的比较乐观一点 那我们就要回头来看一下长约跟阳明 长约在这个地方 美国线大约有60%是长约 欧洲线有30%是长约 那阳明的部分的话呢 美国线有50%是长约 欧洲线只有10%是长约 那我们除了知道长约的占比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他们的营收来源到底是哪些 我们可以看到长约跟阳明 大概美国线大概都占四成左右 但是阳明的欧洲线占的比较多 长约的欧洲线占的比较少 什么意思 大家还记得吗 刚刚那张投影片 有没有 长约的美国线的长约占比 是不是比较高 它的欧洲线的长约占比也是比较高 所以它在有长约保护的情况之下 它的股价走法当然比阳明还要来的强一点 这个就可以解答 为什么我们之前看到阳明会相对的比较弱势 那万海不用讲 在静阳上面 它是跑静阳线的 那静阳线的这个现货价格 它的运价跌的当然也是比较凶一点 涨的也没有人家多 所以说万海在过去一段时间 修正的幅度 还有它的整体架构 都比阳明跟长约还要来的更加弱势 那另外在昨天的影片下面 有投资朋友就问说 为什么马斯基的股价这么强还在创新高 赫伯罗的也在创新高 那为什么台湾的航运股没有创新高 其实这要回归到基奇来比较 当然了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就是设定好时间 我们就用过去一年来去做比较 那过去一年里面的话 长红涨了多少 长了涨了98% 以今天的价格来看的话 那但是你看哦 马斯基只涨了多少 只涨了26% 所以马斯基的股价在慢慢变高 那以它现在的本益比来看的话 只有两倍 长红大概2.35倍左右 所以说为什么长红在现在 大家会觉得涨不动 就是国外的这些货柜航运股都还在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基奇不同 那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如果以马斯基 全球最大的货柜航运商的财务数字 来去做比较的话 长红这边的价格 还有一点点下修的压力 那当然了 我们不会去预测股价到底要怎么走 就单纯的依照现在市场的资金 以及情绪状况来去做判断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 你要去关注这一些关键的价位 还要去研究这些产业的变化 包含他们细部的这些长约的占比 还有他们的营收贡献 千万不要只有看着这个股价上去 你就觉得哇他要创新高了 跌下来哇好悲观 我认为航运股在这边去做一个区间操作 会是比较好的 那真的要选的话 长榮阳明跟万海 我认为现阶段长榮 对于投资朋友的资产保护的效果 会比较好一点 那最后我们在群组里面 还有包括我们的节目 都会不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看法 还有一些对于一些好股票的介绍 那包含像是我们在礼拜一的台股特派员上面 这一档口袋名单 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讲完了以后 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Telegram上面 马上就在昨天的盘前公布 就是1524的梗顶 那昨天怎么样有涨很多吗 没有 但是什么时候涨很多 今天涨很多 今天工上涨停板 相对于整个电子股来讲的话 它也是相对比较强势 那我们分享这些口袋名单 或者是之前我们Playgo的秘密星球 不是叫大家闭着眼睛追 是希望透过这些股票的介绍 来让大家有一个研究的方向 那你如果也认同我们的观点 或者是你觉得这档股票也很好的话 那你就可以小量不担 小量进场 那如果有赚钱的话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带给投资朋友的 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现在 比较动荡的行情里面 可以多多少少多做一点获利 那这些观点跟资讯 我们都会持续放在群书里面 如果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进来我们群书看看 或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知道什么 下周关键的财经地线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